北京时间12月15日 在今日凌晨进行的普超第十三轮的较量中 波尔地盲人主场三冠伊利克赛图巴尔 前恒大外援J马丁内斯完成梅开二度 成为球队取胜的最大功臣 而J马大进的第二球 助攻则是来自日本国家队 的新伊格中岛降灾 在湘川真思没有入选日本对亚洲杯名单后 在波尔地盲人效力的中岛降灾 成为日本国家队的三差级之一 而且作为日本球员 终身价最高的中岛降灾 俨然有成为日本对新伊格的趋势 加盟波尔地盲人后 中岛降灾的表现已经征服了普超 而且得到了更高级别球队的关注 包括狼队和南安普顿在内的多家球队 都在球购中岛降灾 而他也在继续用优异的表现 在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波尔地盲人和赛图巴尔的较量 中岛降灾和J马双双手发 其中J马没开二度 而为J马送出第二次助攻的 则是中岛降灾 本赛季的前十三轮普超 中岛降灾出场十二次 搭进五球贡献五次助攻 身价达到1500万欧元 成为亚洲球员中 仅次于孙星银的第二高身价 而J马也在波尔地盲人复活 本场比赛没开二度后 J马出场九次的情况下收获四球 J马出场九次的赛图巴尔地盲人